第3集 我一定要坐下来说 33季第3集 阿迪 因为我刚才跟阿迪说了 高达Mk2 是我头三位喜欢的高达 我喜欢GP01 即是地球版 喜欢Mk2 当然当然喜欢RX782 即是头三位 你喜欢比较原早些 有些写实的感觉 即是同一条线 好 那我们转回近的 要转回近些 好 就是Volbo雲 之前出了这个 如果喜欢买的 很常买三个 他给你三个贴纸 有三个贴纸 三个 然后是C 红色一只 黑色两只 然后要买这一只 Mk2 首先我觉得阿迪是很勇敢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不等G Defender才买呢 我就一般 通常他是不是先出了那个 非人版 然后最后才加 不是啊 我暂时未听过 他Anime系列出非人版 是吗 但是他会出G Defender 到时才算 你可能都隔了一年半左右 那一定 那就先玩 很心急 先进去介绍 故事来说 我都蛮喜欢ZETA 因为特别是音乐 这些音乐是绕梁了 一响战斗的音乐 就想回 听回那些蜘蛛声 就在老海中 又发现了 Mk2 我喜欢ZETA 但是作为前半主角机 之前玩过蓝色的Mk2 角可动都非常直角 是Anime系列的特色 这个外形呢 这次的取向就比较 就是动画向一些 那些线条 不是我们玩开那些HG模型那种线条 就是这次Anime 是Anime 你应该继续Mk2 你觉得对比起 Mk2的分别是怎样呢 如果只看造型很简单 Anime真的尽量跟回动画的线条 模型始终会将它 我觉得有少少美化了 有少少 特别是七八十年代的动画 很多时候 那些画风或者造型 有少少步骤 但是模型就避开了 而Anime系列 是有尽量跟回 为什么喜欢玩Anime 它本身站的张力 很简单 整个型都很自信 而它玩起来 所有的关节位 都是非常直觉的 尤其是在胸口 颈的位置 非常出色 譬如很多司英都说 Do you remember love? 零八小队竟然不入头三 或者Mk2比Z Gundam漂亮 这些是咸鱼青菜 各有所爱 你喜欢哪一只 但Mk2我真的喜欢 我记得很震撼 当年 我们看开一年战争 隔了七年后 突然有Z高达 推出来就是Mk2 Mk2给大家 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 看的感觉 它真是一只RX-78的后继机 我特别是喜欢耳朵 像耳机 机关枪 对于小朋友来说 这个强化 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改变 它这个是阉割了以前RX-782 投学那两个机关枪 阉割了 但就给你 不过就是外挂式 外挂式 好 好 那我们看看背部 是挂这个火箭炮 都是直接收到 非常英俊 我想看看可动 我先看看可动 我先看看可动 先看看 因为Anime系列 可动就是它的强项 而且历来RX-178 就是Mk2的可动 都是有少少限制 例如它的裙甲 会令到可动有少少限制 所以这次有没有改动 我先看看 头部是很符合可动玩具的要求 它是有一个关节 可以拉出 所以你选择低炒 拍照的时候 可以拉出这么多 当然它可以向上 你可以扮这个 望上 都没有问题 它会转到 它是很符合 你还是要飞行 那你非常符合 你低炒的时候 你可以拔长了颈 以至到 你可以这样 也能看到头 当然 你说机械人 当它飞的时候 头向前看 其实是多余的 因为驾驶员 都会看着地下 有一个关节 非常之精彩 现在出来的时候 就自动收起来 这些就是可动的极致 我觉得这个是因为方便人们拍照 扭颈就绝对没问题 手就是非常之小 抬肩 基本上可以把肩膀都拆掉 你可以自己帮自己拉筋也可以 这个好像跳舞 而胸口这个部分 都是最常见的 这个蝴蝶关系 胸可以缩起来 它缩完之余 增加海共也不会破坏造型 所以是非常之正的 这个缩空的设定就是Anime系列先创 如果没有记彩 但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模型它不跟 不知道 但是真的很好玩 手部可以看到 为了双手持枪 它们的手可以拉到这样 基本上是可以分离出来 所以你放任何的握枪姿 是绝对没问题的 打直又可以 打横都可以 甚至乎你双手也是没问题的 其实很疯狂 这个是疯狂的 你当是双手 你的头又可以拉高 那你就可以摔下头看 当时Mk2的设定 也是很划时代的 就是它没有了核战机 就是RX782的核战机 它没有了 但是换了的就是 360度控制室 一个波波的控制室 就是看完所有的东西 这个好像不是 你想想80年代 已经有这个概念了 好 手的可动 水平转 手的关节 手腕前面这一部分 也有一个可动关节 也是球形的 这些就是方便你握枪 就绝对不会顶到自己 腰部的可动 哇 可以了 虽然它是会 后面会有点破 但是你在前面 用来做可动 这些绝对是足够的 不过它这次由于RX7178 那个设定的背包 是比较大 所以它后面 现在阿迪弄到的腰部 那个穿崩位 其实这个大背包 某种程度上是遮掩 遮掩 遮掩 如果是元祖高达 就遮掩 不需要因为背包小 所以玩animate最舒服 就是怎么扭都可以 是啊 放很多姿势 很舒服 无形就 你就不要这个 决心可以这样扭 裙甲绝对就 拆开 那你变了 脚呢 它也是 照样都是有一个 移动的关节 当你移动了 你踢腿 就可以踢 就是这个 投影的 噢 噢 Sima Garaha 就说 是时候出Dio 因为就快40周年 首先你不要想着它有什么可动 因为它本身没有什么可动 作为一个Uberman 膝头哥 最重要 已经是有连动的关节 模型都没有做到这个 非常之精彩 那么甜 脚碗的可动 就是它的贴地是非常之精彩的 哇 阿爹今天这个入手价是多少 380 大约是 我要了 300 300 380 这个盾牌呢 都是可以还原 伸缩的效果 好 这个非常之好玩 嗯 又简单 又不用拆 再装上去 这个就是当年唯一不习惯的设定 对于我来说 因为以前是惯了盾背背 但是这个换了大背包 它不可能背背 就换了伸缩盾 好了 那我就拿回一些武器 试试拿一下 火箭炮先 真的挺英俊的 最棒的就是 它都是给足效果 嗯 这些效果就变成了 你不用卖保件都已经齐了 它很有良心 平时呢 这些东西应该要是给钱买的 今次就齐了 这个还是飞弹发射 炮弹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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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推进器 推进器 通常有四种 爆炸 这个是射 飞弹的爆发射 爆发射 激光 激光剑 以及挥动的激光剑 都会有 这个小心点 这个外挂式 外挂式 因为它是硬的 硬的 所以小心会断 实际上是这样 放进去 有两个顺位 它那个头颗 两边的机枪背景有 现在在 那个我小时候觉得很帅 我都觉得很帅 你搞定那个 是吗 搞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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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好 好 烦颜 好 好 我們在香港開催的海外展開催 我們會參加的參加的參加 參加得到很光核的參加 Incubase Arena開催中 是否在運動 我們下次見